157 北京商報2015年7月21日報章05商經白樓宇 而三線商業地產年過度放量後遺症北京商報信 記者樓宇,商業地產爆發式增長的後遺症顯然 北京商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 在湖北恩師、雲南昆明等地的部分商業項目正在以兩年的免租期招商 看此條件優惠但卻隱含辛酸 奔馳在快車道的商業地產從開發過業走入過程 尤其在住宅配套商業方面 如果不犧牲眼前利益 採用互相綁架式的談判手段 很難吸引優質資源 在搜索引擎檢索女輸入商業免租兩年 五和城新天地混鋪兩年免租 江山名門濱江商業兩年免租火業招商 風水海岸洋房商業街進駐最高免租兩年等消息比比街市 住宅配套 商業項目近年集中放量後 不僅市場難以消化大量項目 優質品牌資源也難以更進 昆明地區華非名稱世界的商鋪招募訊息顯示 進駐社區商鋪的經營者可以享受兩年免租 環有最高五萬元的創業貸款、品牌扶持等優惠條件 因市某商業項目招商的一位負責人透露 目前,因市商鋪租任紅情基本都給予超長免租期 狼多肉少競爭壓力很大 北京某商業項目負責人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目前,商業項目招商難問題十分令人頭痛 在北京優質項目不受招商 這也讓有集團優勢的商業品牌獲得了與品牌商談判的籌碼 當商業項目走入以三線成事後 招商時會與一些品牌交涉 如果不跟隨進入,那麼品牌也會喪失進入北京優質項目的機會 來自北商研究院的分析顯示 提供免租時商業地產促銷的慣用手段 但租金對優質品牌選擇商業項目的考量比重有限 品牌更關注商業項目的成長空間 對項目的整體規劃、定位、目標客群吻合度等 非科班出身的地產開發商對於商業項目培養 運營內心有限,今年尋求出售的項目不在少數 這也讓部分之名地產開發商推出資產服務管理等模式 為開發商提供項目規劃選址、招商或者後期運營等解決方案 請用計劃選均一般件為不同消費工具 平易文革選擇